大家好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贵州同仁 这边是范进山的入口 然后呢 今天要回广东了 刚刚吉祥洞庄的客栈的老板 也就是龙姐就送我过来这里上车 现在要进去买票 你好 去同仁南 三点的 不是有十二点的吗 呃 卖完了 这样啊 对 那就麻烦了 我的高铁票是三点二十分了 去江口坐嘛 去江口坐啊 对 去江口坐 卖完了 哎呀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票这么紧张了 因为我这边卖江口也在卖嘛 两个地方卖了外来就购了 哦 怎么 这边能够公交车下江口站在那边坐 那边那边是就客运站里面的 对 哦 这边有公交车直达江口客运站吗 嗯 有 哦 是在哪里坐 就外面 广场外面那边 广场外面那里 对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好 刚刚已经坐上公交车啊 然后这里对面呢就是寨沙洞站 就是昨天晚上住的客栈呢守在地 现在坐这趟公交车呢就是去江口客运站 在江口客运站呢坐车去同仁南站 下午三点二十分的高铁票 好 现在下了公交车 去那边买车票了啊 刚刚到这个江口客运站 你们那长走的话腿都不疼是不是 哦 不疼 我这不擦手 这个水就上层了 哦 我走路腿我是不酸的 哦 是不会怎么酸的 坐这次 走多了 我是要去同仁南站 你坐高铁吗 高铁对 两点钟 两点钟 两点钟啊 同仁然后坐那个 去同仁南 然后高铁票是三点二十分的 三点二十分的 应该来不及吧 现在呢是在这个江口客运站的门口 刚刚呢问了客运站里面的人呢 说要等到两点钟才有车 去同仁南站 但是呢我的那个车票呢是三点二十的 所以是赶不到的 所以就出来客运站门口呢 做这种拼车了 拼车的话呢每个人是八十块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还要再等一个人哦 再等一个人 等一下呢就可以出发了 因为在江口客运站去 同仁南站这个票呢是在网上是查不到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点数 然后问了在范进山那边的人说呢 是每小时一班 但事实上不是的 事实上呢是隔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左右才有一班 所以呢等的时间太长了 根本赶不上我的高铁 所以就只能坐这种车了 再等一下 刚刚呢到了这个高铁站哦 同仁南高铁站 刚刚司机呢把车直接开到同仁南站的地下停车库了 今天的雾气呢还是比较大的哦 所以看到远方的山呢 确实是有一种水墨化的感觉哦 同仁南站 好 现在呢先去取票 在这边 自动取票 正在处理前路离开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确认无误后 点击打印车票按钮 车票打印中 请收好您的证件 车票打印中 请收好您的证件 请在出票口取走您的车票 请在出票口取走您的车票 请在出票口 好 现在呢已经取到票了啊 先从同仁南的坐到广州南 然后呢再从广州南的坐到虎门 都是高铁哦 不过中间呢时间差了40分钟 这40分钟呢刚好可以用来做换乘哦 不过这个时间还是稍微有点长 如果在半个小时以内会好一点 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到同仁南 现在是2点43分 还有半个多小时 就可以入站了哦 拉 Brooks 门五 车票打开 微信找一找就知道 不是他给你推荐 少不得把身份就行了 可以 微信找一找就知道 不安检 哎 要踢上我的被子 喝了啊 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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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这个是纪念品 玻璃的 可以可以可以 全玻璃的 对对对 哪个那么重 看没 对对 全玻璃的嘛 对对对 哎 谢谢啊 好 好 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 刚刚把自己的背包打开 把这个机线拿出来 现在重新装一下包 等一下在车上呢可以听一下歌 因为这一趟列车呢是有五个来小时 刚刚这一包呢全部都是 充电器啊 充电宝之类的 洗漱包 这么着 ossa 叶子 刀得吗 这么少人 启示师机有 10.0 高1 1 3 5 10 4 热让家时间到 解放天荡 启示师机有 10.0 高1 1 3 5 10 4 热让家时间到 摆放天荡 最宝是小礼物 2958 还在排队检票 现在还没有开始检票 现在呢就在这里稍微等待一下 这外面好像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警察全部跑出去了 在这边看一下 再演练了一会儿 广州拿的应该差不多可以检票了呀 现在都已经3点钟了 3点3分了还有17分钟开 应该差不多可以检票了 不着急 稍微等一下 G2958开始检票 好 请一起跳资站 进下后 请安排的工赛 接通向设计 退票 走啊 下楼天啊 下楼天 下楼天 同僧南站 欢迎你下楼梯 下楼天 哇 还要在这里排队 一到九的走这边 一到九的走这边 诶 车还没有到 六车 按照站台上的绿色地标排队候车 OK 绿色 女士们 先生们 请您在黄色盲道线内请走 请按照站台上的绿色地标排队候车 女士们 先生们 请您在黄色盲道线内请走 试看地面上的绿色的标 好 谢谢大家 我看这里 我看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我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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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鸡 铃鸡 铃铺铛 仙女仙都不行 pię 仙女仙都放不满了 哎 终于上到自己的座位了 这隧道太长了 好